大伙来吧 那个大米啊 倒点了 吃饭吧 吃啥饭啊 没工作呢 累死了 你看 不是 这干什么玩意儿呢 这不做饭就光玩啊 什么玩玩啊 爸呀 这怎么能剩玩呢 因为我妈去旅游之前 你忘了交给你啥任务了 那让咱们家那个减肥健身吗 对呀 这任务是不是给咱们全家人下的 那你咋不断练的 我老婆这扯着长在那喊啥呢 爸爸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我攀比了好吗 为啥呀 我这怀孕呢 我这种活动我参加不了 就算你怀孕了 你们家钱润芳也怀孕了 他咋不练呢 爸爸 我告诉你 我对我们家钱润芳 下手的更狠 我告诉你 我每天给他规定的 必须跑三万步 早上三个都是撩出去的 晚上五点都是 我一看 哎呀 还没回来呢 于是我就打了个电话 倒勾帮子了 你就听见你干的事 把你老公都弄勾帮子上去了 你咋子把你爹弄哪去啊 哎呀 大姐 别坐着 动起来 动起来 行 那我坐 哎呀 你看 哎呀 哎呀 我就说 说啥呢 哎呀 我就怕呀 怕这孩子万一长得像你家人是咋整 你看你爸 这体型 你妈 这体型 你大姐 这体型 我怀疑你家是不是有老窝窝基因呢 爸 你说这孩子万一长得像个窝 实质拍 拍也没用 我都听见了 你把肺子吐出来我也听见了 我回来了 哎 哎 哎呀 哎呀 你可回来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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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勾帮心了 哎呀 媳妇啊 我心子 反正也是跑 既然都跑那么远了 我干脆给你带个烧鸡回来 你咬现呢 你看 哎呀 表现不错啊 哎呀 媳妇啊 你还别说 这名牌烧鸡是不一样 是吧 我造了一个 给你们俩带出来 谢谢啊 谢谢 爸呀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在咱们家 就我钱人风这小体型 我这也不胖啊 你为啥不要让我减肥呢 让我跑一天三万步干啥玩 主要是怕我们家的老窝窝基因 传染给你 不能 谢谢 能 万一你俩生的孩子 长得像个窝窝呢 爸呀 你是不是听我们两口子在屋里说话了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快七十的人了 我听你们年轻轻小两口说笑笑话啊 不过你后边说那句你爸挺善良 还是挺有道理的 爸 爸呀 按两口子那开玩笑呢啊 不是 你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 是不是 怎么的了 啊 这哪是开玩笑的事啊 你看我们家是窝窝 你们家是土豆 这一假节将来他生的孩子不生出来就是个小瘪鞋子吗 哎呀呀哎呀 别别别到这些了 我看看你到今儿跑多少步来 别看了 来来来我 哎呀够了 还有激步器呢 大家个时一万五啊 怎么才跑一万五呢 还有一万五呢 吃了 跑去 啤子啊 你这两天让我跑跑跑的我膝盖疼 锻炼懂吗 跑去